影言UNIQ王一博的念舞台 再度登上全球趋势榜 王一博的粉丝 跨度有点大 不再局限性国内 还有一部分国外的粉丝 对他的喜爱度也是与日俱增 王一博作为文化输出的一名中国文艺工作者 他拥有自身很强的硬实力 更具有个人的魅力 在全球有着很强的知名度 跨年演唱会中 王一博带着念给了我们不一样的舞台 看习惯了他燃炸的舞台秀 这次却安安静静的 带来了一个充满神圣仪式感的舞台 全新不同的视觉享受 却深深地抓住了我们的内心 原来王一博的慢歌 内在力量很强大 给我们带来的感受也会不同 这是一份改变 也是一份新鲜感 王一博的舞台秀 从来不会辜负自己 更不会辜负任何人 这是他特殊的一年 对于我们而言也是特别的 所以这首歌 带着更多心灵安慰感 这次王一博的念 在发售后 在国内就登上了各大平台榜首 短短一天就成功登榜第一 更重要的是 我们为全球各大趋势中 都看到了王一博的名字 与此同时的话题度 就是这首歌念 是不是有点惊讶 王一博海外影响力 这个得益于王一博众多作品 都在海外平台上映 才会吸引到好多粉丝的关注度 这次发的新歌 自然是有更多人来点播收听 再加上又是免费听的 自然收获了不少人去聆听 在海外王一博的跨年舞台 更是让好多人纷纷点赞评论 跟国内形成了不同的画风 国内对于这个顶流艺人 王一博的关注点 居然放在了他的造型中 开年就给挂上热搜 王一博胖了 紧随第二天就把托粉给挂了出来 让粉丝去认领 总之 在王一博念发行的同时 一个词条难听先送上热搜 紧随着 不仅说歌曲难听 顺带着酸布拉击的说 这是王一博粉丝 立向宣传自己作品 我们感慨王一博 热度的确是不一般 只能说王一博任何好事发生 总会伴随着红跟黑并存 对于他的议论声不绝于耳 如果说王一博的粉丝多 其中的黑粉也数量庞大 他们对王一博的粘性比粉丝都高 相对比海外粉丝而言 却不会这么的乱 反而更为真实 话说回来 王一博的诚意之作 是想跟大家分享 我们没必要被这种不必要的画风给带偏了 王一博是胖了 那就胖了吧 脱粉就脱粉吧 但是王一博的作品 舞台表现你们可以顺带看一下 其他的吐槽那就继续吧 反正王一博从来也不会在乎 喜欢他的人更不会去关注这种事情 王一博是一个全能型艺人 也不会居住于一个身份 他在用心提升自己 无论是歌手 演员 还是舞者等等 他都在很用心地突破自我 带着诚意之作 想要表达的是自己的一种观念 给予更多是人足够的力量 锦号 王一博锦号 王一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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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一博